如果说我希望把这个地方前面再加上空白 让它可以移到 右边,等于它本来是靠 左边,现在靠右边 那个规则主要就是说 它的那个信号跟空白的总数 一定是要13 所以其实如果知道这个概念,我们可以用13去减就好了 13去减掉i就可以了,那就可以得到什么? 得到你要需要的信号的空白数量 总total一定要13 那最后这个是 如果i等于13,13减13就0 意思就是不输出任何空白 那再来的话,空白应该放哪里? 应该是放在信号的前面 所以记得,一定要是放在 放回圈的下一行 跟信号的上面一行 那我们可以怎么办?print 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加上什么? 加上空白 那空白的话,就是很简单了 你就直接把双以后里面放个空白 OK 然后呢,后面的话就是 乘上 要输出几个空白? 它就是什么?13减掉i 对,13减掉i就可以了 有没有 乘上13减掉i 那再来的话 可是会有个问题 print会换航 所以怎么办呢? 逗点 怎么样呢? end 把那个换航的部分清除掉 OK 好 那理论上应该这样 就是我们要的结果 OK 再来我们来试试看 如果这个层后 后面的东西是不是要刮腹? 这个不是很 我们来弄一下看一下 如果不需要的话 它 这个地方 还是一样的问题 所以这个地方如果你要把这个后面的这个跟前面相成的话 记得还要多做一个动作 就是你要先怎么样?先计算完之后再跟前面的成 否则的话会发生错误 记得这边可能要多一个什么? 多一个刮腹 把它刮腹起来 意思说把它减完之后 再跟前面的空白 相成 产生几个嘛 然后执行 我们来看一下 理论上这样应该就OK 执行 好 你会发现 输出的结果 就会得到应该减几个空白 有没有 第一次 当它等于1的话 前面就12嘛 然后在11 一直到0 0的话刚好就全部OK 那当然呢 一样的方式 如果我今天想要把它颠倒过来的话 其实也是一样 就把这个上面的range把它颠倒一下 后面记得加个d点-1就可以了 应该没有问题吧 这是空白 那不过比较困难一点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有关那个什么 把这个 空白的前面不只是说加空白 还要把它改成 这个所谓的什么 直角三角形 比较麻烦的地方在这里 就怎么样 就这个地方 还要再让它怎么样 再伸出这一块 那这一块的话呢 跟这边这一块 其实基本上是一样 只是另外一边 那中间的话呢 这边会有一个固定是一颗心的 那要怎么样 可以把这个给做出来 那 其实方法我底下有列两个 你们先不要被我的答案给影响 你可以想想看 如果 两个方法 待会会说明 那其实 后来发现第一个方法比较简单一些 那怎么做 请各位先试试看 先把那个刚刚的这个空白加上去 画面先画给各位 要怎么样把它改成等腰三角形 也就是说呢 其实概念有点像 把这一边的这一块 再把它多出一块出来 那其实 我想过还有几种方法 一种方法就是说 你可以直接这样思考 就是星号有几颗 当然就是第一 这个一个嘛 一三五七九一直到二十五 有没有 所以那你可以把那个range设为什么 一 豆点 到二十五所以二十六 豆点二 对不对 然后呢 后面当问题来了 就是说 因为i改变了 所以你空白的数量 也变成要 减的数量要变更 对不对 所以哦 这个就方法二我里面有提到 就是我这边是for i in range 然后呢 从一豆点二十六 然后都间隔二嘛 就是奇数的部分 那需要变动的就本来是13减掉的嘛 13直接减掉那个 我们i的数量嘛 可是问题来了 现在这个i的数量啊 它变成是改变了 所以如果你假设不变的话 比如说以这个地方来看 假设我们是 用这个方法来 来写的话 那你会发现 这边应该26 那你变成说 你这边要必须把它 用13去减掉 如果你13 假设原来减掉原来的i的话 那它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它出来的结果 会变成y7扭8的 为什么 因为它的那个 空白的数量就不对了 所以呢 我们必须把这个空白的数量 把它算出来 那算的方法呢 后来我想一个方法 就是用什么 用那个什么呢 int 又是把那个 i的值把它除以2之后 然后除以2之后了 因为1除以2之后 它变成0.5 那0.5如果加上int的话 int就是0.5 取的嘛 取整数 所以变成什么 它0.5之后 就变成 0了嘛 那可是问题我 基本上 空白 一定要先 就是 信号呢 一定要减掉1嘛 所以这边的话 变成我最后 必须要把它加1 不然的话 它会变成没有空 变成说 空13个空白 所以一只类推 我用这个方式的话 把这个需要的规则把它转写出来 底下的话这个就不动 就信号几颗 信号的话刚好就是1颗 然后再3颗 然后5颗一只类推 所以哦 需要改的地方 主要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规则 不要麻烦 执行一下 那你会发现这个等药差已经就弄出来了 但是后来我发现 这个规则虽然也OK 可是好像没有第二种方法简单 哪个地方 就是说假如说我不改range的话 那其实保留原来range 像刚刚这个地方 有没有range 这个执行的话是刚刚这一 那如果说我希望 不变更 因为如果说呢 我假如range不变更的话 那我的空白数量也就不用变更了 只是说我必须要改哪里 改这个信号的数量就好了 那我信号的数量应该要 怎么样让它改变 如果当它等于1的时候 它是输出一颗心 但如果说它变成2的时候呢 它应该变成三颗心 有没有 然后如果当它点于3的话 变成五颗心 那我要如何刚好满足这个 这个程式的需求 这里的话呢 其实你可以把 把这个i的值 直接乘上的话 直接乘上2嘛 那乘上2之后的话呢 当然它如果 等于 那刚好多1嘛 所以其实后来发现 其实你就把它直接减掉1不就好 因为减掉1啦 2 4 6 8 刚好减掉1 刚好1357 刚好完全满足 只是说呢 它的先后次区 可能要 多需要一个刮斧 也就是说呢 它乘完之后再来减 OK 然后我们把它run一下 看一下结果 理论上应该 只要去变更那个信号的数量 这样的话呢 应该就可以满足我们要的结果 好了 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理论上这样 执行得到的结果 也会是一模一样的 那所以啊 这个地方主要 两个思考方向不同 程式写出来 变动的地方也不同 可是看起来好像失误 我刚刚第二种方法会比较简单一点的 这两种方法呢 我都有把它放到云端上面 刚刚的第一个 我是把它放方法二 那主要要变动两个地方 第一个跟第二个 那第二种方法 其实只要改动这个地方就可以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等腰三角形的部分 甚至还有同学 马上就会突然想到 那如果一个等腰三角形做出来之后 如果希望再画出第二个的话 如果让它可以再产生另外一个 通通 那也是同学问的问题 其实你们也可以想想看 也不难 如果还在旁边再增加一个的话 变两个三角形 OK 它以上是要多几个 不过不管有几个 你只要是概念清楚的话 管它要几个就有几个 OK 试试看